戴智穎全英羽球公開賽 2019-2019全英賽冠軍賽 戴智穎vs陳羽飛 一起為小戴戴智穎全英賽加油 打氣把無比賽畫面不喜烏辱 哈囉各位朋友們大家晚安 歡迎來到美日新聞 Everyday News YouTube 頻道 我是小林 一按照我們的影片直播開始前 要先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 小林在這邊的影片語音直播 所提供的內容的話 歡迎大家在影片底下 給小林一個讚來鼓勵我 也歡迎大家如果想要得知 小戴戴智穎最新最快的羽球信息 哪邊有比賽 哪邊的小戴可以看 小戴的免費羽球比賽直播 小戴的對手是誰 小戴的比分 以及最後的結果等等 還有小戴的最新狀況 歡迎在影片底下 免費訂閱小林的 每日新聞 Everyday News YouTube 頻道 就可以第一手得知 最新最快的 小戴羽球比賽資訊喔 OK 那我目前呢 希望有個小小的要求 希望今天的這個直播呢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在影片底下 幫我訂閱一下 希望可以衝破一萬訂閱 讓我的頻道可以衝破一萬訂閱 好的 那小戴的比賽 即將開始了 即將開始了 那我們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今天有準備的這個 小小的這個即時比分的 這個面板給大家看一下 小戴的對手是誰呢 就是這個我們畫面這邊出現的 陳雨菲 那即時比分呢 我會顯現在這邊 即時比分我會顯現在這邊 讓大家可以馬上去看到 最新的最快的這個 即時比分的這個狀況 好 那我們先比賽即將要開始了 比賽即將要開始了 所以我們就馬上來看一下 今天的這個比賽的這個狀況 看看兩個這個 真的是算是一個巔峰對決啊 頂尖交手巔峰對決啊 真的是非常好看的一場比賽 非常好看的一場比賽 陳雨菲對上小戴戴之穎 一個是目前中國女單最強 一個是世界球後戴之穎 那目前來講呢 小戴和戴之穎 小戴跟陳雨菲的交戰紀錄是 11戰全勝 生涯交戰11場 11場全勝 看樣子 在帳面上來講 好像還蠻厲害的 但是陳雨菲 真的是不遑多浪的後起之秀啊 目前來講呢 對整個比賽的掌控度來說呢 都是非常的游刃有餘 而且進步的幅度非常的快啊 尤其是在去年的時候 中國公開賽 陳雨菲奪冠以後 自身的這個自信性呢 也增加了不少 所以說 他對這個以往呢 他對這個比較排名前面的選手 打起來會有點 憋手憋腳 但是今年啊 呃 他展現了一個完全有別於以往的這個態勢 打起來可以說是虎虎伸風啊 所以說他對這個自己的比賽來講 越來越有自信了 那小代對於小代來說呢 也是一個好消息 就是 可以訓練可以磨練的對手 又多了一個了 又多了一個了 所以 我們希望小代今天能夠乘坐應戰 那 我們稍早的時候有講到就是說 陳雨菲他的優勢就是在於 他身高他171公分 那小代是163公分嘛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依照目前這樣來看的話呢 陳雨菲他身高高 而且他敏捷力也蠻快的 可是呢 小代優勢是 他有非常無敵的假動作 還有 這個擺戰這個殺場的這個精準的經驗 還有可以去提供他 選手為選手的這個下一個動作做預判 都是非常厲害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比賽要開始了 小代發球 看一下小代發球啊 好 那稍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哇 這個部分剛開始大家打的是有來 一來一往 哇 正方開始在打拉掉了 小代這邊 有機會可以旗開得勝嗎 我們看一下 哇 雙方還是在一來一兩 互不相讓 哇 真的是冠軍賽的等級啊 打的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哇 小代反手拍勾球 哇 這球漂亮 1比0 小代旗開得勝 1比0 1比0的部分 1比0 目前的比數是1比0 1比0 大家有看到我這個畫面上的這個分數 我只有打兩局 所以我是希望說小代趕快 直落二就結束這場比賽了 1比0 目前的比分是1比0的部分啊 好 那我們看一下 目前的這個球權呢 還是 更正比數已經是來到1比1了 目前的球權是在這個陳宇菲這邊 好 這一個部分呢 我們看一下小代再下一層 2比1 2比1 目前看起來小代的這個部分 開局好像熱身還蠻OK的喔 沒有看起來 雖然才3球 可是感覺好像沒有慢熱的毛病 還不錯 繼續加油 小代加油 GOGOGO 大家也可以一起在留言板底下留言說 小代加油 GOGOGO 我們一起幫小代加油 好 目前的雙方還是持續的打一個左右四角拉掉 那小代呢 迫使這個陳宇菲一直在後場去做一個防守 哇 再結合一個快攻的殺球 這一球殺到了界內 這球是在印喔 目前是這個界內的部分 我們再看一下小代漂亮的反手拍 迫使這個有點壓迫到陳宇菲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3比1 3比1 哇 小代目前已經開始慢慢拉開差距了 跟陳宇菲已經有2分之差 2分之差 2分的領先 2分的領先 好的 哇 目前的雙方這樣一來一往 非常看 我們的球迷看的非常過癮 這球好像有一點點可惜了 小代是打出了界 那比數是來到3比2 3比2 目前比數3比2 球全是來到陳宇菲這邊 來給陳宇菲發球 那 我們繼續呢 先跟大家 就是做一個這個部分 有人說情路狂奔說好吵 沒有現場 這不好意思 因為有現場的話呢 這千塊的版權 那如果說大家有OK的話 也可以提供給這個網址 給這個情路狂奔 或是情路狂奔 你可以在我影片底下 有一個這個說明欄 我有提供所有可以看這個 免費羽球比賽的連結 你可以去看 OK 好我們繼續看一下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3比4 3比4 OK 剛剛太認真這個回覆網友的問題了 目前的比數是3比4 哇 陳宇菲反超 目前的比數是3比4 好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陳宇菲開球 開一個後場高遠 好小戴再去做一個揭發 哇這還不錯 那這個部分呢 這一球是在界內嗎 沒錯 這球是在界內4比4 4比4 好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4比4的部分 4比4的部分 好繼續為小戴加油吧 我們看一下目前的比數4比4 雙方真的是一來一往非常的激烈啊 哇你真我奪這個4比4的部分 好我們繼續看一下小戴的比賽 那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4比5 4比5 那球全來到了陳宇菲這邊 小戴暫時落後一番 我們看一下陳宇菲怎麼發球 好一樣示範一個後場高遠 看來他們的今天 中國隊的教練團是想要跟這個 小戴打的是一個後場高遠 拉掉的一個戰術啊 好陳宇菲這個部分 哇跳起來籃截 那小戴這球想要放短 有點可惜了 有點可惜了 是沒有沒有過往的這個部分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4比6 4比6小戴暫時落後2分 小戴暫時落後2分 那沒關係 小我們看一下小戴揭發 哇陳宇菲目前看起來打得非常的有自信 那這一球的後面落點是在界內 印4比7 4比7的部分 目前小戴加油加油 暫時落後3分 不過OK的 陳宇菲現在開局的狀況 看起來是有打出了一點氣勢 但是小戴這邊不遑多放 繼續跟這個陳宇菲 去做一個拉掉的這個戰術運用 哇小戴這邊往前把球去推到後場 好這邊小戴有機會 好去做一個快攻 好 再來去跟陳宇菲去打這個 往前的這個爭奪 那這個部分有點可惜了 在放短的時候沒有過往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4比8 4比8 小戴加油 好 那小戴目前看起來 今天在往前的這個部分 是有一點點小不穩的 不過現在才開局沒多久 所以我們還可以繼續再觀察一下 陳宇菲今天繼續是強攻 這個小戴後場的這個部分 好小戴有反手拍 哇這球有點可惜了 陳宇菲的後場有點壓迫到 小戴有反手拍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4比9 4比9 目前暫時落後5分 暫時落後5分 但是不要緊 我們繼續為小戴加油 我們繼續為小戴加油 OK我們繼續為小戴加油 來看一下最新的這個比分 目前是4比9 4比9 陳宇菲發球發一個後場高遠 好小戴有回擊 目前還是繼續跟陳宇菲去打一個拉掉的這個部分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部分 稍等一下 因為目前的這個網路突然有點斷訊了 所以還沒有辦法給大家做一個最即時的播報 不過請大家稍等一下 好我們看一下目前這個部分 小戴要放短球還是有點可惜啊 今天小戴這個往前的短球好像有一點點小小不靈光 我們可以繼續做一個觀察看看 好 雙方還是在做一個前場的這個交手 那這個部分呢 陳宇菲出現了一點失誤 那小戴呢再次得分 5比105比10 小戴呢 現在拿到發球拳就要準備轉手圍攻了 小戴發球 好我們看一下陳宇菲的接發 哇目前雙方還是一來一往 互不相讓 小戴反手拍 哇陳宇菲兩次的殺球都被小戴攔截到了 非常棒 好 小戴繼續去跟陳宇菲做進攻 哇這球有點可惜打出了界 好第一局中場比數暫停 目前中場的技術暫停5比115比11 陳宇菲6分領先 6分領先 但是不要緊的 小戴OK的 因為小戴通常我們都說出人名的逆轉勝女王 就是戴之盈啦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觀察繼續觀察 好小戴加油 有免費網址嗎 我馬上提供一下免費網址給你 但是我不保證這個網址 這個YouTube會不會把他擋下來 如果擋下來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給你了 稍等我一下 好我們 這個把免費網址傳看看 看看能不能OK OK可以 那這個網址就是可以看的網址 那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對 好那我們繼續看一下 目前的這個比賽的這個狀況 小戴暫時呢 是落後 落後6分 落後6分 第一局目前是5比11 5比11 好目前的比分是5比11 那我們現場的這個在直播間的觀眾呢 如果因為我目前直播只有一個人 所以沒有辦法有其他人幫我 如果有人問說網址 哪邊可以看免費網址的話 就麻煩大家如果OK的話就幫我貼一下 那不OK也沒有關係 我看到也會貼 那如果說剛進來的朋友 也可以看我的影片底下一個說明欄 說明欄底下就有網址了 說明欄底下就有網址了 好 哇這邊有點有點這個小戴剛開局 有點遭遇到一點亂流啊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5比12 5比12暫時落後7分 暫時落後7分 好小戴加油 穩扎穩打 沉住氣 一定可以的 反手為攻逆轉勝逆轉勝 大家可以一起來幫小戴做加油啊 好目前往前做一個較勁 那小戴這邊有機會去做一個強攻 好繼續呢去跟這個沈宇飛做交手 那雙方這邊持續來一個多拍的來回 小戴這一球的部分是把球集出了界嗎 哦是在界外 是在界外的部分 所以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5比13 5比13 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8分的差距 我們看一下沈宇飛的開球 開一個後場高遠 好小戴這邊有機會 哎呀小戴前面往前的這個小球有點可惜了 再度出現往前球的一個失靈啊 那目前的比數是5比14 5比14 小戴今天往前球的這個放短的這個處理 好像有一點點狀況 那沒關係我們可以繼續看一下 目前的比數是5比14 好小戴加油啊 哇這個部分沈宇飛 多拍的這個猛攻 哇最後還是出現了失誤 所以小戴再得1分 6比14 6比14 目前縮短的差距 8分的這個差距 本來9分的差距現在變8分差 還是有機會還是有機會的 小戴加油小戴加油 小戴現在有兩個教練沒有錯 一個是這個以前的培練員萬教練 那現在升成這個總這個小戴貼身教練 那以前本來的這個賴教練 他現在變成國家隊的總教練了 所以說總共有兩個小戴的這個教練 對對對 那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6比15 9分的差距 9分的差距喔 好我們繼續看一下小戴這個部分 哇小戴這個往前球放的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精準 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7比15 7比15 8分差8分差 小戴再次拿回球圈繼續加油吧小戴 小戴現在這個往前球好像有進回溫喔 剛剛這個失敵的往前球不太一樣喔 這個往前球是水準之上啊 哇小戴開始開加速了 8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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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8比15小戴加油 好我們可以看到小戴這邊 一個假動作虛晃 哇球在往前擊墜 對這個陳宇菲沒辦法接到的情況下 再次得分8比15 小戴開球 我們看一下陳宇菲的接發 好小戴開一個往前的這個小球 雙方來做一個這個往前的交纏 哇陳宇菲把球往後送 好這一球漂亮 陳宇菲沒有辦法擋到這一球 9比15 9比15 小戴開始追了9比15 6分之差 6分之差 哇從剛剛9分差變成追到現在6分差 真的是很厲害啊 小戴要逆轉勝了 GOGOGO小戴加油 好那目前的比分9比15 哇小戴開球 好哇小戴這一球有點可惜了 殺出了劍 目前的比數是9比16 9比16 目前這個分數差是來到7分差 7分差那發球權再度回到這個中國小將陳宇菲手上 好小戴的強攻 哇這邊有機會 做一個大角度的調 調動 好繼續調動陳宇菲 加油啊小戴 這一球有可能可以拿下喔 好這一球 哎呀有可 太可惜了 我還是不要太烏鴉嘴好了 就是靜靜的看球 9比17 本來說可以拿下 結果後來被我講一講 小戴就打出界了 好沒關係 9比17 目前的比分呢是有8分之差 我們看一下這個陳宇菲的這個發球 好發一個後場高遠 好小戴繼續去跟這個陳宇菲去做交進 好陳宇菲也是做一個大角度的這個調動 試圖調動小戴 但是小戴的這個移動速度非常的快 沒有被調動到 好陳宇菲這一球的回擊是出了界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10比17 10比17 球權再度來到了小戴的手上 10比17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小戴的發球 比賽現在才剛開始沒多久 看起來陳宇菲好像滿頭大汗的 好那小戴這邊還是還好 看起來體能還是非常的充沛 我們看一下 雙方哇小戴這個漂亮的反手勾球 這球是在印還是在界外呢 哦在界內哦 漂亮這球真的是本日絕佳好球之一啊 目前比數是來到11比17 11比17 小戴目前追到再度只剩下6分 漂亮的反手拍 I don't believe it 哇真的是太厲害了 真的太漂亮了這一球了 11比17 11比17 目前6分差 看一下小戴發球 發一個短球 往前的短球非常有水準啊 好這個殺球 OK 真的是太漂亮了 迎頭重擊 12比17 12比17 逆轉勝逆轉勝了啦 12比17 12比17 好目前呢 從6分差追到現在只剩5分差 球權還在小戴手上 還在小戴手上 目前的比分是12比17 12比17 小戴加油啊 好我們看一下小戴要求換球 好換球之後看看幸運之神 繼續眷顧小戴哦 逆轉勝逆轉勝 好我們看一下小戴怎麼發球 目前只有5分的差距 小戴加油 一球一球慢慢追 這球一樣是打後場高遠去做一個拉掉的部分 好小戴繼續在強攻這個 陳語飛的後場 然後做一個前進 這個一遠一短的這個調動 讓這個陳語飛疲於奔命 那這一球我們看一下 這一球目前小戴再度追分成功啊 13比17 OMG 各位小戴從剛剛本來9分落後 追到現在只剩下4分落後 真的是非常厲害 追分女王啊 目前的比賽是來到13比17 追分成功啊 13比17 小戴加油 做一個短發球 好小戴繼續再跟這個陳語飛 去做一個左右的這個大對角的調度 哇這球把球送到後場 跟陳語飛打拉掉 這球有點可惜啊 球打出了劍 13比18 13比18 陳語飛再度的拿下一分 13比18 雙方5分差距 陳語飛發球 好我們看一下 13比18 雙方還是有這個5分的差距 但是小戴不要緊 一球一球慢慢追啊 OKOK 大家一起為小戴集氣 為小戴加油 好目前的比賽是來到13比18 10番13比18 這球是在界內嗎 沒錯 100%界內14比18 哇小戴緊咬著比分4分差 繼續這個對這個陳語飛展開這個絕地大反攻 好小戴加油 我們看一下小戴的發球 好應該是一個短球啦 好哇漂亮的一個往前小球 哇這球真的非常的質量 雙方繼續的回到了這個拉掉了這個部分 哇再做一個中場的僵持 哇小戴這一球 哇陳語飛繼續用一個多拍跟小戴去做牽制 那小戴呢 現在這球打這個回合打得非常的主動啊 好小戴加油 繼續跟陳語飛打拉掉 消耗他的體力 好這邊小戴有機會 漂亮 這個陳語飛被壓破到 這球被擠壓之下呢 打出了界 比數來到了15比18 各位觀眾 15比18小戴從原本的9分追到現在落後 只剩下3分了3分了 哇距離這個逆轉身又更近一步啊 哇塞 15比18 15比18 OK大家繼續為小戴加油 那如果OK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幫我給個讚 繼續為我加油 也為小戴加油 那也喜歡我的這個頻道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呢 幫我訂閱一下 幫我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那希望有大家訂閱呢 我今天的這個頻道可以破萬喔 好謝謝大家 好那我們繼續回到場上來看一下 目前呢 小戴追到只剩下3分了 哇小戴看起來是臉不紅氣不喘 氣定神弦的發球 發了一個短球 哇陳語飛現在有點受到壓迫了 有點受到壓迫了 小戴這次追分 哇小戴這次快打旋風得分啊 16比18秋風掃落月 打著這個陳語飛喘不過氣來啊 啊小戴這邊則是臉不紅氣不喘的 哇塞真的是非常厲害 高手中的高高手才會有這樣的表現啊 好面對這個大場面 哇你看陳語飛現在馬上覺得說 哎場邊有一個垃圾想要清掉 那裁判有點尷尬的對他笑了笑啊 好我們繼續看一下16比18 好繼續呢陳語飛呢去做這個跟小戴繼續去做防守 那小小戴是完全是要做進攻的這個部分 但是這邊有點可惜啦 小戴在進攻上也出現了掛網失誤 16比1916比19 好因為陳語飛剛剛其實他想要撿垃圾 其實他是有點想要試圖干擾小戴 目前想要趁勝追擊的一個節奏啦 這是我的觀察 好陳語飛的發球發一個後場高遠 哇小戴呢繼續去做 小戴還是一樣保持的非常這個明快的這個進攻節奏 沒有受到這個影響 OK 好我們繼續看一下這個接下來的這個比賽 目前的比分是17比19 17比19 兩分的差距兩分的差距 17比19 17比19 好那我們繼續繼續來看一下這個比分啊 繼續來看一下這個比分好稍等我一下 好 稍等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這邊的這個網路有時候會有出現一些一些小問題 所以我們需要一點點的時間來處理一下 請大家莫急莫慌莫害怕 OK稍等我一下 目前的比數跟大家做一個最新的更新 目前比數是17比20 17比20 17比20 小戴加油啊 小戴加油 稍等我一下 我馬上處理一下我這邊的這個問題 好目前的比數是17比20 17比20 好我們來繼續看一下目前接下來的比賽 小戴加油啊 穩住穩住 好大家一起為小戴集氣啊 一起為小戴加油 希望小戴能夠撐過去 好 反手為攻 逆轉勝逆轉勝 好那無論如何呢 我們都是很希望小戴能夠獲勝的啊 因為這個真的是 3連霸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好小戴加油啊 好那目前的這個部分呢 最新的進展是小戴有點可惜了 在第一局呢 有點機會要追上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 目前的比數是17比21 陳宇菲拿下了第一局 陳宇菲拿下了第一局 好那休息片刻呢 我們還會有第二局的部分 還是會有第二局的部分 大家一起去幫小戴繼續加油 好 那目前的這個部分呢 哇我們繼續為小戴加油 繼續為小戴加油 希望小戴在這個 休息過後呢 能夠會有更好的表現啊 好那更有更好的表現的話呢 其實我是覺得說 我覺得第二局的話 小戴應該在熱身上來講 會比較樂開來 會比較樂開的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對小戴第二局是抱有 非常大的這個希望了 非常大的這個希望的 好稍等我一下 我們趕快再休息片刻呢 回到這個現場 對因為剛剛我們提供的這個網址啊 現在有一點問題了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出 顯現這個頁面 那我現在再提供另外一個網址給大家 這個是這個網址大家來看看 那底下有一個人他提供了這個網址啊 我不確定他的來源 所以大家請大家不要點 好請大家不要點 因為有點怕這個大家點了 就是會 會就是中毒會中毒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這邊的這個目前的場邊的這個情形啊 目前的雙方都休息片刻 都回到了場上了 都回到場上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陳語菲的這個準備要發球了 繼續為小戴加油啊 小戴GOGOGO 好 其實我是覺得目前這樣子看起來的話 小戴的贏面還是非常大的 還是非常大的 繼續為小戴加油 好 那我們繼續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照這個樣子來講的話 應該是要打到第三盤決勝盤的 沒有錯 好 那稍待便客一下 我們因為這個 今天的這個網路 有點狀況 所以我們需要 馬上來做一下處理 請大家稍等一下 我們馬上跟大家做一個更新 稍等我一下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哇 繼續為小戴 繼續為大家送上這個小戴比賽的 這個即時轉播 即時轉播 請大家稍待便客 我們看一下目前的比分 目前的比分 雙方贊成了2比1 2比1 小戴暫時領先1分 2比1的部分 2比1的部分 好 繼續為小戴加油啊 好 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2比1的部分 2比1的部分 小戴暫時呢 是領先了1分 小戴暫時領先1分 那目前最新的比數是來到了2比2 哇 陳宇飛真的是 江還是 不能說江還是老的辣 他他他他不算老 他是算年輕的 但是呢 我們只能說 陳宇飛目前呢 他真的是進化的非常的這個多啊 他非常多的進步 對那我目前的這個比數呢 是 不好意思我調整一下聲音了 我們看一下最新的這個比數是來到了2比2的部分 2比2的部分 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的這個網路是有點慢的 所以說 造成大家在目前沒有辦法給大家一個完整的播報狀況 但是我們還是會繼續做這個線上文字的比分 目前的比分是來到3比2 3比2的部分 3比2的部分 好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3比2 3比2 小袋加油 GOGOGO小袋加油 那目前的比分是來到3比2 我們看一下 最新的比分 最新的比分 目前的比分更新 雙方一來一往的這個情況下呢 來到了3比3 3比3的部分 3比3的部分 哇真的是頂尖對決啊 頂尖對決 那目前的這個部分呢 是來到了3比3的部分 3比3的部分 哇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難得的一個感覺啊 那目前呢 目前的雙方呢 還是在這個一個現場 一個比較膠著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我們目前的這個網路有一點問題 所以沒有辦法為大家送上最新的這個情況 但是呢 我們目前正在就是搶救中 所以目前還是會馬上為大家提供 就是最新的這個文字直播 文字直播 請大家不要就是擔心 我們最最新的這個文字直播 還是會提供給大家 還是會提供給大家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3比3 3比3 好那目前的這個比數是來到了3比3的部分 3比3的部分 對因為目前的這個直播網址 他現在網路出現了問題 所以說目前沒有辦法看 沒有辦法看 對對對 不好意思 那目前的這個比分呢 是來到了我們看一下最快的比分 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3比4 就是3比4的部分 3比4的部分 好 那目前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只能先跟大家做一個文字上的直播 因為目前的現場的這個來源有點斷訊了 所以目前的比分是來到3比5 3比5的狀況 3比5的狀況 那目前小袋暫時落後2分 暫時落後2分 好小袋繼續加油 小袋繼續加油 目前跟各位網友報告一下 目前直播的訊號呢 他現在出現非常的非常的這個不穩 所以說先跟大家講一下 所以目前沒有辦法提供給大家直播的訊號 直播的訊號 那我們目前呢是提供暫時這個文字的這個直播 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4比5 4比5 小袋暫時在最後一分了 4比5 4比5的情況下 目前是來到了4比5 好 小袋目前呢追到只剩下一分 那還不錯還不錯 好那目前的比數呢 最新的比數是來到4比5 小袋發球 小袋發球的部分 好 那我們目前呢 因為網路上面呢 還是出現了一點這個訊號的問題 所以還是沒有辦法有這個加載的畫面 所以目前以這個線上的文字語音直播 跟大家做一個即時的分享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5比6 5比6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5比6 5比6 那也跟大家講一下 在直播聊天字這邊先不要吵架先不要吵架喔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5比6 因為目前的網路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為大家馬上就是去做一個畫面的提供 因為現在的訊號斷掉了 所以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5比6 小袋暫時落後一分的情況 好 那我相信小袋一定可以逆轉勝的 大家也可以在影片底下呢 做一個這個留言集氣 一起為小袋加油 目前的這個比分是來到了這個5比6的部分 5比6的部分 好 大家一起幫小袋加油啊 好 那目前的這個部分呢 目前的這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最新的比數是來到了5比7 5比7 陳雨菲這邊再得1分 目前雙方有2分的差距 2分的差距 小袋加油啊 挺過去啊挺過去啊 好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5比7 5比7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接下來這個發展 那目前比數是來到最新的更新是5比8 5比8的部分 小袋暫時落後3分 大家繼續在影片底下為小袋集氣啊 可以留言為小袋加油打氣 好 那目前最新的比分呢 我們來做一個最新的更新 目前的比分還是在5比8的這個部分 5比8的部分 那第一局呢 陳雨菲先下一層 所以第一局陳雨菲拿下了 那第二局目前比數是來到了5比8 小袋暫時落後3分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目前現在的這個感覺 其實還好啦 OK的我個人是覺得 我對小袋目前還是BOSS非常樂觀的感覺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6比8 再追1分 再追1分 6比8的部分 6比8 小袋現在目前只有2分差 2分差還是OK的還是OK的 好大家繼續幫小袋集氣加油啊 好 那目前的比數是6比8的部分 6比8的部分 好 我們做一個最新的更新 目前的比數7比8了 7比8 各位觀眾 7比8 小袋要逆轉勝了 7比8 剩下一分的差距 一分的差距 好 好好好 加油加油 那目前的比數 比數來到7比8 7比8 OK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在留言區 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不要致意的謾罵 大家 互相尊重一下 那因為我們現在這邊呢 沒有辦法提供 因為轉播訊號的關係 沒有辦法提供最新的這個訊號 所以說用這個語音跟大家去做這個 呃 去做一個直播 請大家敬請見諒 那目前的比數來到了8比8 各位觀眾 逆轉勝的奇蹟要出現了8比8 8比8 大家一定是小袋有聽到大家呼喊了 8比8的部分 8比8的部分 好 如果不嫌棄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給我一個讚 來鼓勵我 也鼓勵小袋囉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8比8 8比8 哇塞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啊 這一場比賽 雙方都是真的是一來一往 非常的這個激烈 真的是非常好看 好 稍等我一下 好我們現在呢 繼續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稍等我一下 我看看我們現在這個這個直播訊號 到底有沒有辦法恢復 好目前呢 為大家做上最新的更新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8比10 8比10 春雨菲暫時2分領先 暫時2分領先 目前比數是來到了8比10的部分 好目前最新的比數是來到了8比10 8比10的部分 好那最新比數出來了8比11 8比11 中場進入了第二局 比中場技術暫停 中場技術暫停 好的 我們繼續看下去 8比11目前的部分 小袋暫時落後3分 暫時落後3分 暫時落後3分 好的 我們看一下小袋目前呢 暫時落後3分 OK的 我其實是覺得小袋目前第二局 逆轉勝的機會 還是非常的濃厚 還是非常的濃厚 目前的第二局8比11 給個網址不好意思啊 網友 各位網友大大 因為剛剛把網址都行得通了 但是現在因為訊號的問題啊 就沒有辦法 就沒有辦法就是有這個網址可以看了 所以請大家還盡情見諒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對 那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8比11 8比11的部分 好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8比11 好那第二局的這個第二局呢 目前來講呢 小袋其實今天的手感 我覺得不能算說很好啦 因為失誤還是有點多 所以說可能在第二局開局的時候呢 可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失誤 這樣子的話會是一個比較保險的這個感覺啦 好那目前的部分呢 是來到了8比11 8比11的部分 好那小袋開局後 在這一層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9比11 9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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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目前呢 這個陳語菲又在下一層 哇真的陳語菲把比數咬得很緊啊 9比12 9比12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9比12 9比12 各位觀眾目前的比數是9比12 還是3分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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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比數還是3分的差距啊 好 OK那還是OK的 我還是相信說小袋是可以贏的 OK小袋加油 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9比12 有3分的差距 3分的差距 OK 那目前呢 雙方還是非常的這個 佔得非常勢均力底啊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9比13 9比13 那雙方還是有4分差 小袋暫時4分的落後 OK了OK了 小袋加油 才4分而已 才4分而已 OK了 大家一起為小袋集氣 在影片底下為小袋集氣加油啊 好那目前的這個比分呢 是來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最新的比分更新 是來到了9比13 雙方還是在一個僵持9比13的部分 小袋加油 小袋加油 OK了 好目前最新的更新出來了 10比13 10比13 哇這個小袋真的是 繼續咬住比分啊 10比13 目前呢 3分之差 3分之差 還是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 好我們繼續為小袋加油 還是有機會的 還是有機會的 好我們繼續看一下喔 好小袋這邊還是有機會 那我們看一下最新的比分 是來到了11比13 11比13 11比13的部分 小袋還有2分 還有2分 就可以追平了 小袋加油 GOGOGO 好目前再差2分 再差2分啊 小袋相信自己一定行的 目前呢 是9比 不是9更正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11比13 11比13 小袋加油 GOGOGO 好我們來看一下最新的比分 目前還是11比13 那我個人是覺得小袋目前呢 他是有開始慢慢修正自己事物的這個部分 開始去做微調 但是陳語菲這邊還是不遑多浪啊 目前的比方還是咬得很緊 11比14 11比14 3分之差 小袋加油啊 我只能說陳語菲現在的表現呢 來講呢 他算是中規中矩 但是小袋今天的失誤是有一點點多的 好 暫時不要緊 繼續為小袋加油啊 GOGOGO小袋加油 那目前呢小袋目前的分數是來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小袋再次追分 再次追分 12比14 12比14 差2分 差2分 那第一局的部分小袋輸了 但是沒有關係 第二局呢要拼回來啊 12比15 12比15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12比15 12比15 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幫我點個讚 幫小袋集氣 幫小袋加油打氣吧 OK 那越多人按讚的話 我想對小袋冥冥之中應該還是有 還是有這個幫助的 還是有幫助的 小袋加油 OK 小袋我們看一下目前最新的比分 是來到了12比15 12比15 雙方還是有3分的差距 3分的差距 好繼續為小袋加油啊 好目前最新的比分是12比16 12比16 這個陳與菲呢 有點就是 再下一層的感覺啊 12比16小袋加油 把分數追回來吧 好那目前的分數是來到了12比16 12比16的部分 好我們看一下最新的這個分數 最新的分數 目前的分數還是12比16 12比16 那因為目前現在網路的這個訊號 非常的不良 所以說沒有辦法為大家提供這個 有畫面的直播 還請大家敬起見諒 我們改用這個文字線上語音的直播 好 現在有個好消息 13比16 13比16 小袋再追一分 13比16 好小袋拿回發球權 繼續為小袋加油啊 好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呢 幫小袋加油 好那沒關係 如果有什麼酸民什麼之類的 大家就是心平靜氣 看球就好了 不要就是不要被影響 每個人都有自由發言的機會 我們不能說別人是酸民啊 這個大家都可以就是留言 OK 只要不要慢罵 問候別人的父母親什麼之類的 出言不遜都OK 但是如果你要酸也OK 但是就是大家理性一點 不要吵架 OK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現場的分數 目前是來到了13比16 小袋這邊是掌握有這個發球權 發球權 13比16的部分 好那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目前因為我們現在這個訊號不良 所以沒有辦法提供比賽畫面給大家 所以我們改用這個文字直播的部分 來跟大家就是做馬上賽程的這個比賽更新 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13比16 13比16的部分 13比16的部分 好我們繼續看一下 我們繼續看一下這個目前的比分的更新 雙方非常的 目前還是停在13比16的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繼續為小袋加油 我個人是覺得小袋今天 慢熱的一個失誤的情況還是有 不好意思 那目前的話 如果說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只有 就是解鈴還是在本人 所以小袋還是得自己 乘下心來慢慢去把他的這個修正 失誤的這個比例去慢慢去做修正 那目前的比分呢 我們來做一下即時的更新 目前還是13比16的部分 13比16的部分 好 那目前因為網路這邊可能是太多人同時看直播了 所以我們現在呢沒有辦法提供給大家就是完整的訊號畫面 那目前呢我們只能提供的是這個文字直播 文字直播的部分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13比16 13比16的部分 13比16的部分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好 那目前的這個部分呢 是 最新的這個分數呢 還是停在13比16 如果大家 你們現在有最新的這個比分的話 也可以就是馬上跟大家就是講一下 好 那目前的比數是16比17嗎 好的 稍等我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的這個比分 他目前網路上他還是卡在13比16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對對 所以目前的比分是16比17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趕快去做一個更正 16比17 好 16比17的部分 16比17的部分 好 沒錯 目前的比數是16比17 現在文字直播的網路終於也恢復正常了 剛剛本來是連訊號都沒有 然後現在文字直播也沒有 那現在文字直播的這個訊號恢復正常了 目前比數16比17 小袋追到 哇 現在最新更新17比17 哇 平手平手了平手了 陳宇菲揣了一旦 陳宇菲揣了一旦 17比17 17比17了 好 逆轉勝逆轉勝了啦 大家趕快再 在這個留言底下衝一波逆轉勝逆轉勝 好 大概累積1000個逆轉勝 小袋真的就可以逆轉勝了 對加油加油 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留言 逆轉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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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袋加油啊 GOGOGO 好 如果先打打字太麻煩 你就直接複製貼上吧 逆轉勝 小袋一定可以的 加油加油 那目前呢 小袋一定可以的 逆轉勝17比17 哎呀 現在有點可惜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17比18 小袋加油 只差一分 只差一分而已 小袋加油逆轉勝逆轉勝 好 17比18 17比18 好 我們繼續關注小袋 加油加油 哇 目前目前有點可惜 17比19 OK 17比19 大家繼續 繼續刷屏啦 17比19 繼續逆轉勝 繼續幫小袋加油逆轉勝 逆轉勝 我要逆轉勝 三連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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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袋三連霸 加油加油 好 目前不好意思 我有點太激動了 因為看不到比賽畫面 只好激動一點 那目前的比賽來到17比19 17比19 那現在的感覺來到了17比19 小袋兩分之差 兩分之差 小袋加油啊 那目前呢 哇現在有一個不太好的消息 17比20 陳宇菲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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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7比20 小袋加油 還是有機會的 17比20 那目前的這個態勢呢 是來到17比20 17比20 陳宇菲聽牌了 但是球呢 還是有非常多的千變萬化的 我們繼續為小袋加油 小袋加油 GOGOGO 17比20 17比20 好我們看一下 陳宇菲為小袋加油啊 小袋加油 真的很希望小袋趕快把這局逆轉勝拿下 唉 太可惜了 各位觀眾 有點難過 17比21 比賽結束 Game Over 有點難過 真的說實在的 真的是有點 怎麼會這樣子 有點 而且兩局的比數都是一樣 17比21 17比21 兩局都是一樣的比數 有點難過 真的 非常難過 怎麼會輸給陳宇菲 天啊 但是我覺得 不能怪小袋 他盡力了 他盡力了 沒關係沒關係 對 這不是小袋的錯 也不是大家的錯 對對對 一定是我烏鴉嘴 因為我之前每次講 誰會贏誰就會輸 這次一定是我講太多了 對 我對不起小袋 真的對不起小袋 對 一定是我講太多了 講太多了 早知道我就不要開直播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對有點難過 對對對 真的是 有點 有點 有點說不出話來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該怎麼 該怎麼面對這種感覺 對啊有點難過 但是我覺得小袋今天還是打的 打的 打了一場 打了算是一場好球 可以打了一場好球 這個SORRY Leo說 你可以不要再直播了嗎 不好意思 真的我可能會考慮 去把直播台關掉 對對對 不好意思 這個 這個不好 真的很抱歉 對對對 好 對 因為我個人是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就是 對啊 張小元說的沒錯 我真的是帶賽 就是 就是一定 一定是我直播的關係 一定是我直播的關係 抱歉抱歉 真的要跟這個 這個小袋說聲抱歉 對 拜託請你不要再直播 對 我應該不會再開直播 短期內不會再開直播了 對對對 真的是非常抱歉 對對對 真的太可惜了 白白國文老師也出現了 真的不好 這有點難過 對 套一句國文的話來說 到底是什麼 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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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東去 大江東去的感覺 對對對 有點難過了 但是沒關係 這個 真的是這個 就是衰敗猶龍 大家這樣講 衰 衰敗猶龍 對沒錯沒錯 這個 看你的直播 我也對我浪費了幾分鐘好難過 不好意思浪費你的時間了 那就先跟你說聲 拜拜 對 好主播怎麼這麼帥 真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帥 我之前播小袋都贏 就這次播就輸 真的是 真的是太帶賽了 對 我真的是有點自責 有點難過 對對對 好的 我覺得 真的有點難過 但是 不能怪小袋 就是都怪我 早知道我就不要開直播了 對 真的是不要開直播的話 就 就不會有這種 這種事情 搞不好就是 看 就是不開直播 跟大家一起在私底下看球 說不定小袋還會贏呢 對對對阿 真的是有點難過 大家也不要再鼓勵我了 就是不要不要在底下按讚 你可以開始按倒讚了 對對對沒有關係 對對對 然後 我真的有點難過 因為 我本來就覺得說 哇小袋這個 我本來 你知道嗎 我已經就是做好 就是小袋 三連 就是三連 SPA的這個 勝利的那個貼圖了 結果現在沒有辦法貼 就是有點難過啊 對啊 就是 看不到小袋贏球 我就 就是真的是有點 鬱子啦 你知道嗎 對啊對啊 我今天最期待 最期待的事情 就是 但是 小袋就是三連吧 然後 跟大家一起歡呼 然後慶祝耶 對啊 結果 有點可惜 但是 重要的是小袋在這場比賽沒有受到 沒有受傷啊 沒有受傷 所以 就那個 就還好 就還好 對 健康還是非常重要的 那男雙開始打了嗎 男雙應該還沒開始喔 對對對 好 那就先這樣子了 那伯伯說我要睡了 OK 伯伯晚安 好的 好了 我不會自責啊 但是我就覺得說有點可惜啊 對 那我也不覺得小袋是親底 因為我覺得小袋都非常尊重其他對手的 對對對 好 對對對 現在要去吃宵夜了 現在要去吃宵夜了 好 那就先這樣子了 就先這樣子了吧 就先這樣子了吧 那 那 感謝各位 網友們的鼓勵 感謝各位網友們的鼓勵 我可能需要一點時間來平復他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可能短期之內小袋 還沒有比賽 我也不會有什麼 比賽直播 但是我還是會繼續發影片的 我還是會繼續發影片 那至於 小袋之後比賽直播會不會有 我會考慮一下 又覺得我今天有點代賽 我好像是 反指標 說誰贏誰就贏 誰就輸的感覺 所以 但是不要緊 我可能需要一點時間去調適他 所以說不定調適好 明天睡一覺就沒有事情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我要關直播了 謝謝大家囉 好 那就先這樣子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夜晚 大家掰掰